曹丕给司马懿送礼来了 这是五百斤 是丞相送给先生的寿代贺礼 按古代的一斤十六两计算 这五百斤可是等于现在的一个亿 曹丕看到司马懿收集了这一个亿后 来到他的身前 激动的开口询问司马懿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能把黄奎的事情给赖过去的 而此时被那一个亿晃了眼的司马懿 赶紧起身让座给了曹丕 自己则蹲在曹丕脚下解释道 随后司马懿又反问了曹丕一句 你知道当时曹丕在立声讯问你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吗 这下可把曹丕给问住了 他那时候光顾着尿裤子了 哪里想过曹丕在想什么 瞬间曹丕眼前闪过曹丕询问自己时的情景 现在他才明白曹丕那时在考验他 于是黑黑的傻傻一笑 无比敬佩地询问司马懿为何会如此的对曹丕的德性了如指掌 接着司马懿双手一公表示他要是真说出来你曹丕可别向曹丕打小报告 这下急得曹丕赶紧表示咱俩都不是外人后司马懿这才开口道 因为丕相自己就是一个敢来会来依赖到底的君王 听完司马懿对自己老爹的评价 曹丕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大笑起来 就在此时曹老板召见了举报有功的苗泽 可颜悦色的表示 按照苗泽的功劳曹老板要赏他个将军 这让苗泽随即不好意思的表示 在下还有个不情之情 你说 请承想把黄 黄桂的小妾乡君 赐给我 谁承想曹老板听完 嘿嘿一笑 这下找到了展苗泽的正当理由 好你个苗泽 我总算是明白你为何要出卖自个儿的姐夫了 我这辈子最恨属下跟主子的妻妾有染 为什么呢 我有正妻一 侧妻二 小妾九一共十二个妻妾 如果我的属下跟我的妻妾有染了 谋我姓名 那我岂不是房不胜房了吗 说到这里曹老板话锋一转 当即表示他要是留下苗泽 万一他的妻妾耐不住寂寞 找到了你 那就成了天下人的笑话 于是曹老板轻松地说了一句 拿出去砍了 苗泽到此也没想明白 自己明明举报有功 救了曹操的性命 而曹老板怎么会这样对待他 苗泽 你早就在马腾之役中光荣战死了 我这是要厚葬你 随着苗泽拖出去斩首 驱逐急匆匆禀报说 马超和韩随集合了八阵兵马 总共二十万大军已攻陷了长安 正朝许昌杀来 为他父亲报仇 这让一旁的徐悦很是纳闷 西凉距离许昌数千公里 他们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 不是来得快 是他们早就备好了兵马 就等着接应马腾呢 来得好 这回我要亲自率军出征 消灭西凉军 斩草出根 就这样曹操带领着他的虎狼之师 奔袭数天 却在半路看到两人跪在进军的路上 拦住了他们的步伐 这一让曹操睁开眼睛 看到是曹红和徐晃二日后 气得下车急忙走过去 怒斥道 曹红 我令你坚守通关十天 不准交战 你却为何在第九天丢了从关 丁丞相 那马超率军日日夜夜在丞相辱骂 把我们曹氏家族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 末将忍了九天 再也忍无可忍 就下令出城与他决一死战 既然交战就应该战胜 却为何兵败失程 听到曹操这么不同情达理 于是曹红把事情说了出来 那就是自己的武力之人 不跟马超一个级别 自己只能认输 这让一向硬气的曹操 对于曹红的战败理由不能接受 当即就叫人把曹红给斩了 可让曹人给急眼了 虽说曹操动不动的爱砍头 但毕竟曹红也姓曹 让曹操三思 给他个戴罪理工的机会 就这样在众将的恳求下 曹操转身想了一下 曹氏本是小名小姓 对自己的家族不能这么残忍 于是看了一眼曹红 才把曹红贬为了武掌 而为了以后好管理军队 接着曹操大脸的说道 耳等听着 再有战败者 我绝不惊扰 就这样曹操带着大军 与马超带领的西梁士兵 找了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 两军对峙起来 此时马超看到曹操 还有闲的在车杖中 大手一挥事业 西梁士兵别叫唤了 曹老板不是下大的 接着曹操很是礼貌的 站在马车上 同样的让他的军队 也停止了喊杀声 那么曹操与马超的这一战业 又是怎么演绎的呢 马超的武力之人 到底有多高超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并长按点赞 东乐会一直与你相伴